这个小兔子正在锻炼呢 我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 我希望了解它们并且能够有实践经验 这儿除了小兔子以外 还有一些平常见不到的大小动物 在位于阿灵顿的这个维吉尼亚州职业培训中心 差不多有70个高中学生来负责看管多达30种各类大小动物 包括检查它们的眼睛 这个组吉在南美洲的八尺鼠就是一个 我得知道它的眼睛里是否有眼睫毛 或者有没有被抓伤等等 还要给它们称体重 清理住所 我每天都得清理它的屎尿 这是一个历史整个一个学年的项目 学生们轮着来 每两个星期和不同的动物打交道 训练的一部分是要手训 每个学生把动物放在手上的时间至少要10分钟 实验室的助理布拉姆·鲍尔给学生们提供帮助 他说各种动物实际上跟人一样都有各自的脾气 它们的心情也有时好有时坏 一些动物容易掌控 另外一些就很难 比如像这个迷你马 你要是不理它的话 它会跟你发脾气的 我自己可不想养马 太累人了 假如某一个学生要是害怕接触蛇 或者是有毒的蜘蛛呢 跟学生们要循序渐进 比如说今天接触蛇 我就先拿着它 到最后一般学生们就都不怕了 罗德里格兹说 它关于每种动物都有新收获 比如这种乌龟 它是个肉食者 我以前一点都不知道 它跟所有的鱼反而都处得挺好的 没跟约翰逊以后想当一个兽医 动物有不同的特点 跟不同的人有感应 史塔恩觉得自己跟很多动物都能建立起感情 甚至青蛙也不例外 彼此之间要有个互动 对我来说 这能够帮助我放松大脑 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城市化的维吉尼亚州北部 能够跟大自然有如此亲密的往来 也可以说是很难得了 美国之音布洛克维吉尼亚州阿林顿报道 这是一个维吉尼亚州南部长的文化 甚至水分布洛克维吉尼亚州南部长的文化